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一连串的所谓的改革 民众实质上的一个感受 民众的日子跟未来的一段的状况 面对改革的接受 那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稍微听一下 这个问江大哥大姐的这个说法 不过除了整个证所税 目前这种争议 刚才有一个 如果在野党在反对的话 也知道反对的整个的压力 说你们反改革 我们是反国民党版的证所税 是 但是不管反哪一个 到最后刚才文家先生也讲得很清楚 他是个真金假金什么的 他还有一点点带金 如果连那个也没的话 就什么都不用 我想这个蔡委员的烦恼 有道理 不过是多余的 国民党也出这种拉撒步 要把这个志愿 塞给你们台电的塞给秦民党 我们绝对是变成名 要帮台电跟秦民党说话 不仅是 你也是去用索头索索的说 好啦 这样就不要朝野协商 这会期就过了 你就是跟马英九聚同病的 说白就是什么 你们明明 朝野协商这个机制是败的 你们台电跟秦民党这次有机会 有法度有党团 你直接跟任党一位 让他这会去破功 开会 你不要开 真奇怪啊 我不要再说台电跟秦民党 我来说我这比实在 刚才头哥你看 陈聪说什么 说一开始不要冲击太大 不要有一次完成的企图心 陈聪你是这样子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说 不要有一次完成的企图心啊 一定拖二死你啊 不要有一次完成的企图心 这是全国最高行政首长讲的话 那我们各部会也不要有一次完成的企图 但他跟我们大家的事情都没有这样 我们都要拖 拖二死你 不要一次完成的企图心 不要一次做到好哦 拖二十四年之后你看哦 陈聪说这种有的啦 曾聚会说情势所逼 赖誓老公啊 有一股力量啊 要把政所说弄给他死了 为什么媒体都不去谈这个 每天在研究版本干什么 版本是定案的吗 是拍版了吗 三读通过了吗 没有啊没有啊 你看我先不要在那个版本上面打转嘛 我请问大家 到底是共识版还是妥协版还是投降版 憲哥是很资深的分析是他很清楚 我如果讲错我希望憲哥纠正我 二十四年前是不是这样投降的 郭婉荣部长也还在 二十四年前是不是这样妥协的 说啊 高齊落成这样 一年磕到六十亿而已 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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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声音跟今天反对 让人磕碎的声音是不是同一批人 我们现在讲到另外一个这个状况 就是你板来板去这个板那个板 对一般民众来讲 原本的有热情的 原本还有期待的 板来板去以后 他说我的日子现在会怎么样 我是不是受到冲击啊 你把一个政所税的问题 变成油电双掌 变成什么怠速 他都会全部连在一起 都觉得说 这都是你搞出来的这种状况 如果日子过得难过的话 你都被忽协 这个重点是发量本来 我觉得不要再零止股市了 你今天你要什么板 你就赶快弄一个真正的板 不要板出来以后 每一次都说想不到 不知道 没想到 那这样的话老百姓 会对政府之间的公信力跟领导力 会产生很大的质疑 你现在战线三线全开 你政所税你能撤吗 你能退吗 你退无可退的 所以我比较跟辉文看的不一样 我是认为说跟马教授原先的看法一样 当初我们就认为说 你一开始稍微牺牲一下 降低证交税 然后拉高证手税 这样一来一去之间 但是马总统的指示不是 第一个量能第二公平 第三个税不能少 你这样的话你叫下面的人怎么做 好 那怎么做 做出来的 每一次顺了姑姑为了扫益 大家都不满意 哪有一个东西出来 85%的人不满意 66%的人说应该推 这样的话你在搞什么东西 那对股票市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市场 台湾难道只有股市吗 台湾难道只有油店吗 台湾最主要是经济的问题 前几天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也在谈到 韩国已经进入2050年的俱乐部 我们那个大标题写过 韩国凭什么超过我们 我跟你讲 台湾再继续下去 两年以后 马来西亚凭什么超过台湾 再两年以后 印尼凭什么超过台湾 再两年以后我跟你讲 搞不好连菲律宾 你都会写凭什么超过台湾 所以民众现在开始真的看不懂 到底这个板来板去的改革是什么 这位有插个嘴 老百姓怎么看不懂 现在讲得多美好啊 回去过世运那个美好时光啊 哎呀 这个政所税高一点 政交税降低一点 哎呦 如果那时候提这个版本 那些穿貂皮大衣的 就乖乖投降吗 乖乖接受吗 反对就是反对 永远就是有反对的理由 哪一个版本都不行 抗税永远就是他们什么 最高无上的什么 资本主义的精神 不必包装那么多 等时机 台湾等了多少时机啊 你还有几年可以等啊 我们常讲 等时机 我用一个简单的表 我们等所得提升以后 我们再来提升公共财的使用效率吧 还是呢 我们先提升公共财的使用效率 最后才能够让什么 所得达到提升的结果 这是两个辩证 当然是先提升公共财效率 才能让所得提升啊 包括提升什么 付税的效率啊 哪有倒过来的 画一个饼在那边 手段不做 然后等出来我们等经济情势好了 我们再来增税再来加税 全世界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理论的 出税就是公共财的效率的展现 让公共财效率展现 所得才能提升 我们台湾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国家 把因果倒过来 然后还有一堆莫名其妙的理由 这国家怎么办啊 我不羡慕韩国 我也不怕印度 什么超过我们 我们自己国家到底要选哪一条路 这才是重点 可是刚才文家先生讲的话 就是应该国家领导人 就是应该说总统 就是站在第一线要讲的 如果这些第一线 文家讲的这个第一点 公共财的这个问题 是还不是最重要的 第二点才是 如果能够完成的话 我们整个的台湾民众 才可能有一点更好的日子 可是这个愿景 到现在民众开在这边 重点是我们现在领导人 让自己陷入两边 不是人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高的情形 我刚刚怎么讲说 其实我可以接受某个程度来讲 你先跨一小步 之后跨一大步 原因就在于说 其实目前 我刚刚讲催无可退 你今天如果说不去推动证所 所以你不去坚持 你原本的改革方案的话 我未来真的是很难 再去想象说 有任何一个财政部长 敢向当时的郭婉容 敢向现在的刘毅如一样 敢向现在的马英九一样 再去敢推出嘛 而且你说你定在106年 在党反对 说什么是为了大选 我实在不懂 今天有个人 愿意为国家未来的财政的债务问题 先帮你预作准备 然后想办法去课点税 你今天不管是谁当选 民进党当选也好 台领党当选也好 国民党当选也好 接下来 其实你这个问题本身 已经被解决了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 未来的领导人 未来的政治人物 得要感谢 现在有勇气的领导人才对 只是关键在说 现在有勇气的领导人 是不是做对了事情 就是你这个方案本身 是不是真的可以符合 大家改革的方向 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非常不太能够接受 一点是在于说 今天整个股市来说 大户绑架了散户 整个股市绑架了全民 你去问整个股市 它这份占多少人 四百多人 同学好像全部进去了 问题是全台湾多少人 两千一百多万人 那我们的一些想象 我们的改革的期待在哪里 我当然觉得说 对于股市来说 他们现在非常的敏感 现在国内外情的都不太好 但某个程度来说 是不是可以各退一步 因为我们可能不要要求 百分之百到位的 那么一个改革 可是问题是 你不能完完全全 要求大家撤手吧 那我觉得民进党 就是这个样子啊 台电党也是这个样子啊 你的案子在哪里 你好不容易弄出一个案子来 你也说话那么小声 你到底想干嘛 那两边讨好吧 散户你也说 跟他站在一起 大户你也跟他站在一起 我完全不能认同 因为今天我们不断在讲 我要先求有 再求好 先走一小步 再走一大步 问题在于 如果他根本就没有灵魂 他不但没有灵魂 而且他犯了很大的错误 你说这样的东西 你还要吗 你说这种东西叫做一小步吗 这个东西是倒退一大步 所以我觉得对于马英九来说 他必须要 我觉得他必须要 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案子内容 必须要进得起挑战 今天国民党在玩的一个把戏 就是全民要正所岁 我就给你一个正所岁 其实那是一个假的正所岁 而且我还在倒退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说 我们先求有 先求有 不要求好 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 他根本就是坏 那么你还先求他干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再听 任何的政客 任何的这个大户 任何的名嘴 在这边敷衍唬弄欺骗 再有任何人说 我们先求有再求好 这句话 千万把它吞回去 因为这绝对不是有 现在现实的这个状况来了 那这个东西就全部 全部到目前为止 没办法再有这个进展 我刚才说法是 即使没有都比现在好 所以就看刚才 这只不过是我们来宾之间的 不同的这种意见 国会之间的 执政党的 在野党的 这造成民众的感受是什么 我讲稍后可以来讲一讲 民众的感受是什么 民心浮动 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说大户绑架的散户散户呢 整个全民一起 大家都觉得好像是 每个人都受影响 我们现在要了解股市 股市在协助企业筹资 股市不是我们去征税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要股市要健全 我们说要有一个证锁税 那么这个证锁税 现在是财政委员会最有那个能力 能够有一个完善的证锁税的方案 那么现在民进党的板也进来了 领选的 那么许天才也进来了 那么这几个板我们应该在证锁税 在财政委员会里面充分的讨论 形成依着真正可行 是真正的证锁税的方案 那么现在国民党 就像马教授所讲的 他不是证锁税 他是一个假的公平正义 这个太好了 这时候他会送到我们党团协商来 党团协商来 我们一定反对现行的国民党的版本 我们一反对的话 国民党就会说 你看台联 全民党反对证锁税 反对公平正义 但是其实我们是反对 国民党的这个非真正的证锁税 这个话讲得太好了 所以在野党反对说 国民党这个事 你讲的也没错 所以就要推动一个 真正有证锁税的 所以在财政委员会充分的讨论 财政委员会充分的讨论 你搬棍一下 现在已经有林权版 也有许天才版 也有国民党版 你们哪里都一半 你们哪里都一半 我们是一个小党 我们自政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提出一个完整 非常充分的 亲民党有版本 你猜得为什么没版本 三个比三次 你比亲民党更加弱 你比亲民党更加弱 现在不管哪一个版本 现在不管哪一个版本 在野党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专精 但是我对这些 我没有那么充分 你那么干涉 去往玻璃的关系版本 在野党认为 国民党这个版本是搞假的 我要推出来一个真正 有所得就要纳税的 这个精神的 那很好啊 那民众是为在野党的加油 现在有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就是 如果台联党愿意推 赖世宝原来的版本 你就将了国民党一军 因为那个版本到目前为止 我相信不论是宪歌 还是邱毅教授 我们都认为 所有的版本里面 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版本 最可行 一方面它有一个门槛 可以放掉很多比较小的 这个股市的这个获利者 一方面呢 它有降证交税 从前文13到前文12 使得散户的损失 可以减免 然后呢 它又把这个IPO里面 某一些获利的人 能够找出来 所以事实上 那个算是比较圆满的版本 如果今天台上说 我抛弃我的意识形态 抛弃政党的对立 对 我说 我就说 我完全凭真理是非 我认为这个版本是好的 还不是真正好 就是刚跨过门槛 里面最好的一个 对比这样 国民党不要 我们台上 反而觉得 我们应该支持他 你在这个时候 你这样的做法 也会博得很多人的肯定 对 当我要讲就是说 其实刚刚马凯老师讲的 就是说 我们刚刚谈的 就你这一次 无论如何 一定要讨论出一个方案来 我不赞成归零 我不赞成归零 我的理由刚刚讲的 非常清楚了 刚刚马凯老师说 宁愿没有 也比现在好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一定要让他 这一次很好 或是说尽可能的好 因为你现在 如果没有归零 我想请问马凯老师 因为未来 还有人敢再推出 正所税吗 不管是总统也好 行政院长也好 财政部长也好 我宁可没有正所税 我不要推出一个 欺骗大众的版本 所以现在还没有定案 所以现在就是机会 所以你刚刚讲的 不管是哪一个方案 现在就应该要做 就是这个版本 国民党的党团 权力支持 行政院权力支持 立法院权力支持 他就要过 对 这东西大家可以公平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批判他 就重点在于说 我觉得现在 其实去讨论他这件事情 不管是执政党 不管是在野党 都不需要负起责任来 我觉得民进党 跟这个台队 我觉得骂都很简单 大家都骂都非常的简单 问题是 你是不是真心诚意的 希望能够去推出 个正所税的版本 目前看起来 我不认为在野党 是这个样子啊 就连国民党很多人 也不是这个样子啊 但是为什么赖世保书 根本过不了吗 还有一个这个重点 如果马教授 昨天到现在的这个解读 认为是抓错了 这个大户的话 今天所有舆论媒体 没有一个说 跟马凯教授是同样的 几乎都说是抓了 这个大户的这个问题 那而且说认为严重 而且今天股市 也的确是这样子下来的 200点啊 对 是不是这样子 对 最昏忽的是股市嘛 所以我上次在跟马凯 我们上次开会的时候 马凯老师他也就讲说 你先站上一壘 因为24年了 所以赖世保委员那个案子 我们大部分 80%到90% 几乎都可以接受的 那时候赖世保也 他也非常兴奋啊 跟我讲说 哇 这鬼好 立法院也四周一天多啊 对啊 而且那个 我们也说你行政院版 你那个300万不要 你自己要画则 先主要给他弄到400万 你就到立法院去 然后有两个版本就好 一共弄了七个版本 然后七个版本 说说说说说 又是一个版本 我搞不清楚啊 是 这一点 我先讲 先上一壘 还是先上这一船 对 这不是形容词问题 这是有个客观标准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 国家政策的什么 核心价值的问题 不是用形容词来糊弄的 他会跟你刚才讲说 昨天大家 很仔细的讨论 说那个抓大 是为了掩护 脱小户下水 同时那个抓大 是抓那什么 忠实的大户 他们透过创业投资的风险 经营一家公司 结果他们乖乖缴税 我也不说你们不应该缴税 但是昨天讨论的重点是什么 是那些什么市场大户 什么忠实户 差到油脆一碎都不用钱 说害怕他们造成市场流动性不足 多伟大 这种怪里怪气的言论太多了 我介绍一位 施俊吉 陈前总统提名他金管会主委 现任中央研究院的 经营所的研究员 他说抗税是天赋人权 美国这个国家 就是因为抗税而建立的 这种理论听起来爽不爽 多符合特定人士的需要 鬼扯 美国人反抗的是什么 是一个剥削性的暴政税 我们今天在台湾讨论的是什么 符合社会公平正义 符合什么 国家公共制裁最高效率的什么 政所税 鬼扯 另外还扯一个 他说两支火机两个版本 怎么伸得出一支孔雀 当然啊 国民党跟民进党 这两个烂火机 当然伸不出公平正义 这支孔雀啊 所以老百姓要自强 要团结 睁大眼睛 看是哪个烂党 把这个假的政所税把它通过 我们再接下来 一连串的各种改革 包括了这个油电双涨 油这个不用讲了 最近从开始油价上涨之后 没几天就开始油 就是国际原油一路下贼 跌到这个最近快有20左右 那么整个的国际的燃煤 在这一个月 四月到五月之间 也往下跌将近有10%了 所以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今天是六月一号 夏季电价上涨 台湾民众也是实行这么多年 没话讲 六月十号 那么是不是要再提升了40%的 包括国民党的中常委 也跟马英九主席建议说 需不需要考虑要还涨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们今天欢迎所有的观众 需不需要考虑来环长 博文先生 这个我是百分之百反对 我觉得邱富生 还是去弄他的台开就好了 这种事情就不用他烧心了 环长谁买单 你台开要买单吗 这一次电价三阶 从一阶段感到三阶段 花多少 花七百几亿 像是 涨 大家六岁 处得税申报结始 大家一起付 怎么还 涛哥你刚刚讲那个 国际原油跟燃煤的成本 那个是浮动的 那是浮动 他不是说 现在这样20% 到年底都20% 如果 每个月不一定 对 每个月不一定 如果他原物料要涨呢 然后我们也要跟着涨吗 不要玩民粹啦 我不是要骂邱富生 因为不重要 不要再讲这个时候 再讲说我们店家还长 陶哥如果要玩民粹 我也很厉害 你学我当总统 店家降一度一块就好了 现在一度两块多 投给沈辉文一度一块 我拿国库来给你们补贴 这还不简单吗 油五件中油 连续巴收往下调 我们讲朋友最清楚 调降多少 调了1.8元 有度吗 有度 有没有立刻反应 你店有立刻 店没有办法立刻反应 油已经反应了 油每个礼拜都会反应了 有还有消费是吗 有反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不要拿这个议题来操作 要当烂好人 我跟大家讲过 要当烂好人很简单 我利用一点点时间 我跟许中心委员报告 我不是要跟你收理 我呼应文家相公的 民进党这个暗党 我在民进党40的立委 我连提都不提你问涛哥 我最近有提到民党立委 我提都不想提 我知道你在这部里面 说就是高重性跟李同好 扣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都是财经的专家 扣你们两个 从早看可以把这个烂案子 刚刚马凯老师讲 下礼拜一可能就 要强度关山 可以把他抖一下吗 是扣你们两个而已 我们现在不只谈一个这个正所吹的问题 这一连串民众的到底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民众基本上说 你这是改革 跟台湾民众讲清楚 说明白他这个愿景画画好了以后 民众会支持 但现在这些愿景民众了解吗 一个油电的双涨的这个问题 你现在这个电价 电价 马凯教授 需要是第二步 电价该不该上涨 里面有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 当初说要涨电价 它有一个计算基础 那计算基础就是 当时的油价是多少 煤价是多少 煤度电的 这个发电成本多少 如果今天油价 煤价都已经大跌了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的计算基础已经改变了 所以一个负责任政府应该说 我要在今天这个新的基础 以及根据这个基础 我推算未来这几个月 它的油价电价的可能走势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再重新计算一次 到底电价要涨多少 才正确的 对不对 有人做这个事情吗 没有 它的一切就是 我照着当初 四月份的那个流程 一直走下来 所以这是头一个 非常大的错误 第二个错误就是 我们在一开始 说要这个涨电价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 涨电价最怕的事情就是 我一次再次三次的调整 结果搞得人心惶惶 而且它使得 大家对于物价的预期就形成了 那个形成之后呢 你即使将来油价降了 煤价降了 甚至电价都降了 那个预期不会再让价格降下来 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易去碰 那个价格的 那个稳定的这个基准 所以当时我们说 既然夏季电价要涨 而夏季电价呢 到九月底 它就回到正常水准 你要涨电价 你何不在 九月底过了那天 你开始涨电价 你夏季电价如果涨了20% 到了十月一号 我说我的电价只要涨7%就够了 你事实上是在十月一号那天的 你看到你的电价的上单呢 是降了13% 而不是涨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涨价所产生的冲击 尤其对预期的影响 几乎完全就消除了 那刚才对 刚才会员说 如果今天还账 那么谁来买单 事实上 如果我们把 本来六月十号该账的 延到十月一号账 中间你却会产生损失 但这个损失呢 正好就被 它的发电成本的降低 弥补了 所以政府很可能没有损失 但是呢 大家心情都愉快了 而且对于所谓这个 百物期账这种预期 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基本上这个民众说 这个是做一个最对的这种事情 但是每一个这个状况 能不能让民众心服 这是刚才马凯教授讲的 这是亚太地区的燃煤的这种状况 燃煤这种情况 是从一路高峰往下走 现在是全球经济并不是看好 尤其是欧洲 那么所有使用的这些燃料 或者是原油 都在快速的在下跌之中 当然我们再强调 它不是它一年的 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 到一个半月之间的一些这种变化 未来是如何不知道 这是澳洲 每一个这个价位都在下跌的这种情况 这是近三个月的国际油价 那更是到目前为止 大概已经超过了20%的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从这几个情形再来看台湾出口的这种衰退 台湾的内需两个引擎 一个是出口 出口衰退我们可以理解 台湾内需从08年09年到10年到11年好不容易拉起来 现在开始从温转量 如果这个情况 这个都是它是相互连载的一个情形 这就是民众说我看到你不管是哪一件事情 丢出来一个政策 如果没有生死熟虑 到最后大家看到你这个变 那个变到最后 不知道在干什么 民众原来要支持的 支持到最后 说你会不会影响到 这不能怪每一个人都很 都是以我为主 我会不会受到影响 对 大哥我插一句话 你刚给我们看那些指标都是真的 它的指标都往下 什么燃煤什么原油都往下 你说你这个时候要喊说什么 是不是还涨什么的 我没什么意见 但我先把丑话讲前面 改天那个指标往上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叫你涨 当然要涨 马卡老师你讲的没错 可是民众能接受吗 民众说国际原油干我什么事 你就原油签约的 你燃煤一次签几年 你为什么跟我讲现在要涨 这就是民粹啦 这个我们台电的燃料的使用 我们现在长约80% 现货20% 那么长约的价格是已经固定的 那么现货部分会跟随这个这样来下降 所以在20%部分 的确最近油跟燃煤的价格下跌 台电它的成本的确降低 那么我们要求台电在6月10号 不能涨价的诉求 不是只有原料价格下降的原因而已 而是我们认为 如果继续没有让台电改革 继续仍然这样浪费我们国家的税收 我们再怎么样涨价 也只是找我们口袋的钱来 让这些台电这个没有效率的集团 把它的钱浪费掉 所以我们要求6月10号不能涨价价是因为 你要先改革台电 改革台电以后 那个燃煤燃油的成本怎么样涨 怎么样跌 我们真的会让你一幅度来调整价价 我们并不是完全不愿意让你涨价价 而是我们要先改革台电跟中油 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徐伟委員这个说法就凸显了 我们国家最没有效率的部门 就是立法院就是立法委员 而且书念的特别好的人越没有效率 如果台电这次不涨价 是不是台电就有效率 你们就不知道台电 你刚才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吗 所以最没有效率的是什么 是你们跟台电这个没有效率的集团共生 这是让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 我同意要改革一个没有效率的生产者 哪怕他明知道台电叫中油 但是另外一面 请也要改革什么 没有效率的使用者 叫广大被宠爱的被溺爱的台湾老百姓 这两个人不同时改的话 我们国家的能源效率不会提升 永远被政客在中间媒合 时间到了又开始来补贴了 你补我补我 补老百姓一块 补大户三块五块 这种补有什么光荣的 这才是最大的国库的没有使用效率 我拿这张广告再请大家看一次 台电在求饶了 说我只长一点点 不要骂了 这个表你看一看 背后是什么 我们国家负债 我们已经掏空当下 我们也虚耗了未来 请老百姓看一看 今天不是要跟谁的荷包过不去 是要负起一个什么 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 他的老百姓对天然资源使用的最起码的责任跟道义 如果最近大家注意到说油电双涨 这会不会带动物价的双涨 物价飞涨 昨天我们还看到在意党民进党 尤其指的所有物价全面性的飞涨的这种情况 这是今天肖基会跟这个肖保处共同做的这种调查 这个是黑色的是有涨价的 这个红色的是这个物价下跌的 所以你看无论是五月比这个比三月 五月比这个是肖基会做 或者肖保处做的 肖基会的五月比四月 肖基会的这个高屏地区的五月比四月的 都是有起起伏伏 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 我们假设 重点 假设我们说这都是经过很客观的调查的 可是你现在去问民众 物价起来 民众会告诉你 好像物价都在涨的样子 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人心浮动 这所有 我要推行这所有的这种东西 我能不能够先把人心浮动的搞清楚 我们稍后在现场有很多的问奖 他们是街头的观察者 一听听看他们所收集听到的很多的讯息 马上回来 没关系 关东煮 简单 汤汤丢进去煮 就是关东煮啦 这是关东煮 这是湖杯煮 什么湖杯煮 哦 对 煮啦 关东煮 要从汤头开始煮 7-11关东煮下气汤头 选用腾骨汗六种蔬果 二十小时两端式慢火 熬煮出天然食材的清爽甘甜 不简单的关东煮 那7-11吃最简单啦 想吃就吃7-11 关东煮吃食材 任选食药 虾面不用钱哦 瓷砖 看起来好像都一样 我们来做个测试吧 Come on 冠军的事 冠军瓷砖 难怪拿这么多冠军 只做冠军的瓷砖 冠军瓷砖 就是今天 公主与狩猎者 光明与黑暗的最终对决 6月1日 公主与狩猎者 别急 黑色困难 咱来解释名 安米啊 安米啊 我去救 三头发 威士兵 咱们挂跑啊 威士兵 力气 动水 全球 抽出力 我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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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车 换车 卖车 中古车 第一选择 福利汽车 买车 换车 卖车 中古车 第一选择 福利汽车 最嗨的水上乐园 你够胆玩吗 6月1日 全美同步惊吓 3D食人鱼2 全面猎杀 哦 不要睡 睡 不让你睡 快睡 疲劳吗 快喝 白妈玛丽哈 还有人生一集 维他命B群 喝了精神百倍 白妈玛丽哈 不让你睡 I AM SM家族青春传记电影 5月25全台上映 啊 揍揍 卡尼尔一干二净抗豆皮 韩卫生煮公告 最高限函2%阳酸 有效干豆 平滑不留恒 效果看得见 卡尼尔 一个好的企业 需要的是肯做事肯学习 有认真的人 518上的人才又用心又勤快 让店里面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要的人才都是从518找到的 518找人又快又便宜 现在买每个月只要1300 赫兄弟再度蝉联国产SUV销售冠军 兄弟现在推出SUV抗涨油理专案 免牌照税 免燃料税 免领牌归费 在宋盐工线里程延长保固 国产SUV第一品牌 兄弟 我们这家是四人还是 是不是 一些穿着都在这里 人也好人准备 这个国产 气候比较好 空气候比较好 这比较好 星期天晚上 一步一脚印 发泄新台湾 无论是这个政所罪 无论是这个油电这个双掌 那么都是对的事情 但怎么会搞到天怒人怨 我们在现场有很多问奖 这个问奖就是 他们说等于跟总统报告 日子苦 那么问奖街头的观察家 有话要说 哪一位请说 贾公 是这样 其实 以我们小老百姓的立场来讲 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不管在很多议题上 有赞成的 就一定有反对的 这个是可以预见的 但是我们希望说 每一项政策 在他的执行面上面 能够再多细腻一点 是不是说 在他要推出来之前呢 能够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沟通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 很多东西都是雷声大 一点小 然后做了以后 就觉得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这边改那边改 改到最后就是一个四不向 然后人人没信 很简单的道理 譬如说 很多执行方面 我是觉得 我打个比方好了 我曾经载过一个乘客 没有系安全带 被警察拦下来 我载的乘客 然后那个警察先生 他也是很客气啦 他是说 你这个没有系安全带 你看到我都不会假装一下吗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 这个在执行上面 警察的态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在执行面 我想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了 因为譬如说 我们从去年6月1号开始 一个计程车不打折 就计程车客运服务业 一个计程车不打折 结果实施了以后呢 也是执行效率不脏 有的车队呢 还是一样照样在打折 可是 政府的说辞很奇怪 就是 我们也抓不到证据啊 所以 那你要民众何去何从 谢谢 谢谢这位 我们再听一下 他们这个很多的一些 实际上街头的观察 人民 他们自己的收入 民众的日子 哪一位请说 請说 你好 大家 那个其实 很多的一个 一个议题出来啦 就像油电商长 他可以牵动的所有的 整个台湾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发展啦 就像说啦 你要 你要油电商长 你牵到到一个 民生物资的上面的一个商长 的问题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他还鼓励人家生小孩 养得起吗 越生越多 你越养得起吗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那位请说 现在什么都在涨 计程车问题都没涨 这个油价是 从十六七块到现在的油价 现在油已经飙到三十几块了 就像油电商长 公共因素也在涨 就是计程车产业都没涨 谁来关心我们 都没有 这样子 谢谢 我们稍后再继续听 这个现场很多的问题 有啦 有保贴啦 一个位四百五十公升 你现在所有的问题就是 民众的那个人心 是不是在浮动中 如果像刚才马凯教授讲的 这个不是死的 第一波的这种电价 第二波的这种电价 那么在现在 无论是原材料下降之后 国内的整个台湾的景气 从内需从温转量 那么这时候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 再度的这种思考 但是说这已经就这样定了 没办法再动 其实啊 物价目前说是在涨 但是呢 平均的那个涨幅很低 对 只是大家是感觉到 好像什么东西都贵了 我活不下去了 那个关键就在 它的收入 根本没有涨 事实上我们最近的调查 我们的实质薪资还在往下降 所以今天真正关键呢 倒不是说物价涨了 而是说我的收入这个样子 物价再涨一点点 我都活不下去 所以就像您刚刚所说的 台湾经济快速的再往下走 这才是今天问题的关键 所以今天呢 政府也许可以在表面上 利用电价缓涨的方式 让物价预期也许可以稍微的消除一点 可是政府要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觉得 我前面看到的日子是光明的 我的收入将来是会增加的 即使物价再上升一点 我可以忍受 今天台湾人民最最最最抱怨的 最担心的 其实就是后面这件事情 他看不到 他看到情况 不是未来会有好日子 他看到是未来会一天比一天更坏 未来会有更多苦日子 所以未来这么多苦日子 再加上物价不断上涨 我要怎么活下去 这才是大家的问题 所以原本对的事情变成天怒人怨 接下来就是 你一 不管你要推任何政策 刚才很多文讲讲得很清楚 能不能够生死熟虑之后 让大家知道 他是必须要往这条方向走是对的 文家也说这上了一条对的船 但是给大家知道 那个愿景是什么 我这个船大家现在 我愿意苦 要不然你就不要 所有的改革不要让人民吃苦 如果要让人民吃苦 让人民觉得说苦日子到的话 我咬着牙撑 我撑到明天后天下个月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 你现在谁在这边 给民众一个愿景 刚刚问讲朋友讲到说 这个安全带这个事情 我自己非常亲身经历 一个政策没有经过揪延的考虑之前 就骤然的实施 又不去执行的时候 我后来其实我还蛮守法 虽然我一直认为说 你骗着高速公路去叫大家 后座行政安全带就可以了 这其实根本不用 但我还是很守法的计了 结果文家先生跟我说 不用计 他说现在警察都不抓 所以我就觉得 那你一个这样子当中讲的 像真的一样 多么的严重 多么的要雷厉风行 就到最后 原来是这样的下场 所以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我们今天讲到 店价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谈到一个问题 除了老百姓民心浮动 对这个东西 觉得说老百姓 就是政府到底有没有想到 老百姓的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之外 我觉得政策的反复 跟没有办法落实 我觉得也是今天老百姓 对于政府不信任的一个地方所在 所以我坦白讲 我对于现在的店价 我不赞成 他在6月10号再次还涨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做出一个 你的完整决定了 而且事实上我刚才也讲到了 这一波的店价的涨 现在第一个 大家所造成的反弹 后来经过三阶段分开之后 其实一些工商团体也说 好 你给我时间去慢慢调整了 所以我也支持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物价真正去看它 理性的去看它 它的真正的涨幅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大 所以事实上它是在 百分之1.8级左右 事实上坦白讲 在一般来说是一个可乘单 除了kimoji不爽之外 是可乘单的一个范围之内 你去试想 接入搜巴黄 好 我们又不涨了 你会觉得这个政府到底要干嘛 你昨天说要涨 前天说不涨 大前天说要涨 大前天又说不涨 今天现在有人 一个中商委提议 你又说要不涨了 我觉得这个政策 大家经不起你政府这样反反复复 我觉得今天如果说问题严重到 真的是天药塌下来了 那我们马上喊刹车 但如果今天这样的一个店价 目前在这个第一个阶段 其实看起来 大家kimoji之外 其实一切的事情 是在可想过的范围当中 而且政府也该继续去查 这个物价的话 我觉得大家第一 我觉得应该有两个方向放上去 第一个 刚才马凯奥老师讲到的 店家应该要浮动 要跟着油价浮动 这个政策当初这个圈案 没有你 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说 我本来追求人民跟国家最大的幸福 我不需要人民的 要这个 要讨好人民 我不需要人民每天给我鼓掌的 可是 为什么一个对的事情做到最后 天路人愿 我不要你鼓掌 但是为什么做到天路人愿 我马上回来 喝人参饮品竟然还有一堆糖 好甜啊 有糖尿病能喝吗 来 现在就改喝 符合政府卫生署法规的人参无糖补品 李时珍 四君子 坚持人参饮不加糖 古法熬煮氧气提神 人参无糖补品 李时珍 四君子 口感嘛口感 李时珍 Cosmolight and Cubelight the strongest and lightest Samsonite ever thanks to Curve Technology 要不要起来 要不要起来 来啊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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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创新的绿能之眼 与智能科技 打造未来城市 美感 效能 城市的未来论坛 盡情锁定 TVBS到 亨利卡维尔 布鲁斯威力 六月一日冷光线索 赫亨利卡维封 大奖 就在这一张 到麦当劳买套餐 送地产大亨贴纸 集满就送200万 所有大奖再升级 超过470万份奖品 等你带回家 套餐饮料升级漂浮 加码再送一组贴纸 6月6号周三 普罗米秀斯 不归就藏在细节里 轻身狡猾的时间中 机智释放禁锢 激速捧捉瞬间 打破魔鬼的咒语 阿法七级 越去瞬间占据细节 阿法五级同路登场 十几天晚上 一步一脚印 发泄新台湾 所有的改革的事情 如果跟所有社会大众讲 给人民金额 批发出来他对未来的愿景 人民愿意的 现在问题是人民愿意改革 只是不再相信 经过了这么多次 不再相信领导者的 改革的能力问题在这里了 没有错 每一次你所有的政策推出来 你一定要磨定而后动 你说改革是一条上坡路 大家就知道 改革有困难一定会遇到阻力 你如果去说服民众 你说这市场本来就有预期心理 你现在油电双涨 现在物价不是真的涨 是蠢蠢欲动 当物价蠢蠢欲动的时候 你说6月10号要涨 10月10号要再涨一次 那现在老百姓会怕 那种人心的浮动 就形成一个民怨出来 这个民怨就是 你到底是有领的好改革也没有 你如果没有领的好改革 你就不要这样 等一个那儿 等一个那儿 等一个年双 等三个诈端 这三个诈端都放起来 你有法度处理也没有 你没法度处理嘛 那我们今天也不要变什么 不要变说改革还是反改革 现在最怕的就是 你举着改革的大旗 你举着公平正义的大旗 举得很高很高很高 然后 你只要反对你就反改革 你只要反对了 你就是不公平不正义 那这样的话没有人敢讲话 没有人敢讲话 他完全就偏听 我认为我对的就是一直做下去 那像车这样一直打开下去 结果你的民调就一直掉 民调不是假的嘛 这民调又不是三立的民调 又不是这个三明治的民调 TBS的民调啊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民怨之首帅是有的嘛 不是没有的嘛 你不能睁着眼睛说没有嘛 那你要如何去解决 那你现在6月10号你要涨 涨可以啊 但是你至少你把10月份的那个 我说我等到 我现在油价通通再下来了 我的成本结构 我来重新算一下 我再算一次 我可能10月份那个地方 我到时候我再来讲 不是你说 我跟你讲喔 6月10号要涨 我10月再要涨喔 然后我后面他再给你涨一次 你死了你 你分三段 对大多数的民众来讲 我感觉是探价而已 我现在有没有影响到我探价 现场哪位 问讲 请说哪位游会 最后一点事 游电双掌这种东西喔 我真的觉得是喔 政府都是在包括那个什么 中油跟台电喔 他们都浪费那么多钱了 你还叫民众这些明子明膏 来补这个洞 这样这样是对嘛 这样根本就不对嘛 你钱什么都已经 你够原油的成本已经下降了 那你为什么这种东西还要涨价呢 那再第二个台电被载电量那么多 浪费那么多钱 再叫民众拿钱出来补这个洞 这样对嘛 这样根本就不合理嘛 要改革那就 中油跟台电的年终奖金都不要发了这样就好了 好的谢谢 还有哪位现场问讲大哥 请说 谢谢喔 那现在是说这样齁 你都 你如果说很奇怪啦 那你来要去 那你就去啦 那你不要去 那你就不去 那不然你这样齁 这个油 这个问题齁 你都说叫我们书记齁齁 代数的问题 叫我们全部都外油电车 那你政府给我们保贴 对吧 那这是强迫性的 那伊特克这个问题 你把程序齁 那个程序齁 你把它改一下 那我们自然车的程序就是 起来我们就自动 他自己会跳起嘛 跳起来 一个台头显示器而已 这也没什么东西 你都没人给你做幕僚 你如果没幕僚 没关系 来我们公司 问我们当事长 问我们组织 还是问我们这些大哥 我们都发动 给你一个意见 这位我们讲大哥 讲出来一个角度 幕僚 今天不管是 从一个公司的CEO 到一个国家的CEO 就是总统 他需要幕僚 你今天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幕僚 所以民众说你要改革台湾 民众会认为说 总统先改革自己的施政能力 你是不是变成孤家寡人一个 还是你有集体整合的 一个团队的力量 共同来为台湾人民来发病 我们稍后回来 也欢迎收到观众朋友 再接下来苦日子来了 但是当一个国家领导人 就不只是每天我告诉你 我这个搞得人心黄黄 人心浮动 而是要告诉人民说 给点鼓舞的那个方式吧 给点鼓舞人心的政策吧 稍后回来 老板新秘书 听说从小在英国长大的 喝个 afternoon tea吧 我准备一下 英式下午茶 杯子杯子 正统英式下午茶 喝好茶不必这么麻烦 茶礼王衣式红茶 香甜浓郁 回甘就像线泡 香甜浓郁 就像线泡 茶礼王天天喝好茶 送你呛游英国 终终再抽Canon600D单眼相机 于时尚旅行箱 上网登录发票 好礼等你带回家 越早机会 中奖机会越多 安谷 去年你还在使用普通敏感牙膏 记得吗 很痛 就是会做立男女安 最后你改用了高路节抗敏专家 很快速的 效果非常持久 因为它能针对敏感根源 帮助修复牙齿 立即见效 提供持久舒缓保护 这一年多以来 几乎已经忘记什么叫做敏感性牙齿 听闻我的字典里面 已经没有敏感跟酸痛了 高露杰抗敏专家 立即见效 持久舒缓保护 现在有全新修复法郎支配方 专业修复敏感牙齿 高露杰 台湾及全球牙医第一推荐 这是 SPACHO 这是全新修复法 六湖水来源 I AM SM家族青春传记电影 5月25 全台上映 对烟的渴望 总是难以抗拒 科研贴片 一天一片 有效协助接烟真方便 效果持续24小时 科研贴片 真的 不苦了 因为有它 让我不用再吃苦 薄膜过滤技术 滤掉苦味 只留大麦原味 别人做不到的 它 做到了 倾倒纯深 心上市 就是 不让你吃苦 深险致命阴谋 直觉 将是它的唯一武器 亨利卡维尔 布鲁斯威力 6月1日 冷光线索 来倾倒纯深多入妆 就送造型啤酒杯 还有机会抽中大奖哦 夏威英语 百分之百合格外式授课 学好英语 也学好品格 夏威英语 02-2351-7755 三九三十年前 就装了三九太阳能 小狗啊 我们都也装三九了呢 对啦 你装就要装最好的 我们装那台三十名 又烧滚滚 选三九最耐酒 三九太阳能热水器 台湾销售第一 太阳能一起放三九 现在买政府补助一万两千八百九十三元 三九加码送千元游游卡 完全外师教学 打造国际视野 夏恩英语 最嗨的水上乐园 你够胆玩吗 六月一日全美同步驚嚇 三滴食人鱼二全面猎杀 百家米店全球精品 亚洲最顶其居家购物中心 纽约家具设计中心 买万四千周日请台北历虎馆 新装馆 台中横中馆 0800-170-899 我现在是四年还是 是不是 一些钱钱都在这里 人家也好人准备 这个故意 气候比较好 空气候比较好 这个比较好 星期天晚上 一步一脚印 发泄新台湾 有个问奖说报告总统日子苦 问奖有话要说 哪位现场请说 以前我在那个托儿所 就常常说要叫改叫改 所以我们有流行一句话 叫改就是一叫就改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如果 政府要改革是不错 可是要想想说 适不适合我国的民情 那像那个代数的问题 那像我是女生 像我们现在什么都涨 一天至少要跑12个小时才看到钱 那扣掉每次赚的 四五百块 然后就拿去加油了 都看不到钱 那像我们这样有时候 跑那么长的时间 像我女生有时候我都会在路边 睡觉 那你说要代数 代数那我是不是 要把冷气都关起来 那我女生在车上睡觉又很危险 所以他们都叫我 如果在车上睡觉 就要把门锁起来 窗户就要拉起来 那我这样是不是 我在里面睡觉 说不定 温度太高 我说不定可能就 包庇在里面 谢谢 我们稍后再回来 就是 苦日子来了 给民众一点鼓舞人心的一个政策 稍微我先讲 这个是礼拜四的自由时报 这个人就是邱富生邱董 这是马总统 礼拜三我下午看到邱富生 在中常会讲的话 我就知道自由时报已经做头版了 我就知道礼拜四的绿媒 政论节目讨论什么 就讨论这个 他说 这个邱董建议 马总统说值涨几块 我给大家看今天台电最新的广告 各位 如果你真的去算那个度数 还真的每一度真的值涨几块而已 马英九总统回应的就是这个度数 一块一块一块 一度值涨一块 他自由时报就跟你有趣说值涨几块 邱富生的话有没有被端章取义 也有 马主席的话有没有被端章取义 也有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新闻 你看 这刚刚涛哥讲 不过涛哥太有气质了 潘孟安在讲什么 他就拿邱富生跟马英九讲的话 拿来当例子 那这个是刚刚涛哥拿出来的表 请大家看 谁在哄台误教 潘孟安 我的研判 潘委员可以指教我 潘孟安讲的都是苹果日报 潮潮的 这边三十几块 那几块几块 真正去调查是几块 这种 涛哥这不能造假的 这个是去查假的 这包括孝宝处 所以我的结论 邱富生不是恶意 但是是轻痛仇坏 不是 他这问题不是几块钱的问题 而是他整个的一个借口 如果有很多人拿出来当这个借口 为什么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如果这是孝宝处跟这个 孝集会做的这个调查物价 是有限的 可是你问了所有民众 民众为什么会觉得 这就是根本的问题 你为什么今天其实你与其去讲说 要不要去还涨店价 如果说你今天要想办法 让老百姓赚的钱 多赚一点钱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回过头来 还会在意店价 不会嘛 实际上当然你的制度要过完整 所以我刚刚讲到 刚刚马凯老师提到 浮动店价制度 你未来要继续把它完成 是这个制度很重要的一环 但是未来的话 关键在于你要心力嘛 其实我们在谈改革 大家没有人反对改革 你看很多的主题 这几个主题 他去做民调都觉得支持改革 郭伴说支持改革 但是第一个你要去真改革 这是第一个 你不要孤民钓鱼的改革 我觉得这对马英九改革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你不要孤民钓鱼的改革 当时候你练员都四不向了 你也觉得我要这个名字 只要抱着叫做正所岁 我就我都觉得就好 这对他会受不了的 第二个你在这个你闹当中 不要练战太久 请你快速去开闭另外一个战场 因为这种叫做心力 你怎么样让台湾的经济 能够在这一波 国内的经济情绪底下 它能够成长 我们的出口衰退非常多 现实的世界没有改革者 只有改革群众的意志 政治人物只不过是 站在这个意志上面 把我们心里面的改革企图 表现出来说出来 与其等待改革者 不如你积极做一个改革的群众 一本书也请陈教授有空读一下 叫权力的成本 这本书告诉我们说 自由要靠负税支持的原因 因为负税我们国家才有自由 请拜托 30秒多 我会好好来读 那么我们希望马总统 能够充分相信陈冲 跟我们的内阁 让他们专业去发挥 我们来改革台电 改革中游 我们不让美国的收入金进来 那么马总统好好去充实 台湾的国防 去好好的搞台湾的外交 国际地位 那么有一个分工以后 我们国家可以越来越好 是 改革要快很准 我们现在来的政策就是快很不准 所以老百姓的梦魇 就一直没有办法过去 我觉得台湾的处境很艰难 那目前台湾是面临内阅外泛 那三星电子 他曾经为了他公司的第二次的改革 他召开了有史以来68天的马拉松的会议 我建议总统应该召开 我们台湾未来的经济的会议 你把场观学召集起来 好好的开个会 大家取得一个共识 为台湾的经济继续努力 你讲这开会不是在下死人 过去开了多少次会 问题开完会以后是不是能够做 即使是全民的共识 能不能够认真执行完成 这是靠能力 三星的李建西 开68天的会议 最后他找到出路了 如果马总统开68天的会议之后 他会变成李建西吗 那就看 事实上 台湾今天面对的情况 比刚才所说的还要糟糕 因为我们看到出口不断在衰退 成长率不断在下修 可是有没有发现 负责统计的机构向主寄出 他每次都告诉你 这一次是到了国底了 你看我下个月 那就给你上升了 已经连续从二月讲到现在 我可能要很悲观的说 他要讲这句话 讲到年底 都看不到底在哪里 台湾情况非常的糟糕 我曾经在这边说过 我说可能是我平身看过的最糟糕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改革 改革 我觉得马总统也许暂时可以休兵 因为 连郑所说的改革 都搞不出任何名堂 反而走歪路 那你别的改革 你能够搞出东西来吗 你越改人心越乱 所以大概就你刚所说的那句话 心力 但是如何心力呢 我刚说台湾现在面对是 我平身看过最严重的危机 但是呢 台湾的机会 我不知道其他人看法怎么样 是我平身看到最大的一次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的台湾 因为台湾正要全面开放 这个开放 比我们说第一次自由化 第二次自由化要大多了 而这次的开放 如果你掌握机会的话 台湾可以一直超越新加坡 那个五万三千美元的美人所得 我们都可以契集到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下定决心这样做呢 我们是要把这个机会赶快抓在手里呢 这个才是马总统今天最该做的事情 马凯教授 你这个讲的话 这句话就是所谓给台湾人民一个愿景 如果国家的领导人说我给了愿景 我不要每一天呈现在这个人民 所真的难以去脱身的泥垃之中 今天民众不是不愿意改革 你听了很多问奖讲的都愿意去改革 而是你经过了这样子 经过两个月的折腾之后 民众严重在怀疑 一个国家领导人改革的一个能力 改革 马总统恐怕自己必须要先改革自己的施政的方法 然后给人民真的一点快乐的跟正面的 不要怨任何人 不要怨批判 所有的批判 所有的怨 都是来自于给人民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 让人心浮动 给人民快乐一点吧 谢谢 在线上很多问奖 谢谢大家 也谢谢很多的观众朋友 我们希望真希望台湾 大家明天真的会快乐一点 有机会 再回来新闻一种会 晚安谢谢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新闻夜总会 新闻的会呈当代总会 欢迎来宾 黑国者唐湘龙先生 与尽量立委黄卫哲先生 黑国者陈凤欣小姐 黑国者刘亦宏先生 还有Keeper老茶的女生 以及新闻的女权李彦秋先生 观众晚安 我是李彦秋 欢迎光临新闻夜总会 来个品商来座 谢谢 最好朋友 感谢 文化部长楼云台最近在立法院背询的时候 因为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姿势 被立法委员痛批 那这样的姿势虽然看起来非常的淡定 但是这个立法委员认为说 这真是很奇怪耶你 我必须要告诉你 第一 你是有史以来最厚脸皮的政务官 第二 段委员 我反对你用这样的字眼 第二 段委员 第二 我不认为你应该用这样的字眼 在这样的电话 我坚持用这样的字眼 你听我讲完 你听我讲完 第二 如果今天 一个政务官 可以说自己没有价值的话 他担任这个文化部长 绝对是不够格的文化部长 没有关系让他做